只要你活着 我一辈子就只能躲在泥土里 金面斧 多响亮的名号 我可是没有少替你宣扬 当然不是为了你 我只是在想 如果有人能够把你打败 至少能够替我出一口恶气 说你做人 养不亏天 难道我做人 就是人生狭隘吗 我再叫你几声大哥啊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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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喊了你半辈子大哥 但是你一招半十都不肯教我 但那个胡一刀 你们原本是宿敌宿敌啊 相识两天 你们就成了知己 还把苗家剑法传授给他 我不服 不服 不服 我难过挫败 你不是一直在查明真相吗 那胡一刀的 刀上的毒 是谁干的 是我归农干的 夫人 再帮我们拿壶酒 好 好 是归农我 是归农干的 我为什么这么做 你一定知道 因为我既不如人 所以我封你为大哥 希望你可以为我遮风挡雨 但是你却遮住了我的一切 让我成为一片树下的青苔 只要你活着 我一辈子 就只能躲在泥土里 后来 整件事怎么就阴错阳差了 怎么你们就护换了兵器 他就怎么就替你死了呢 我 我 我太失望 太失望了 不过后来发觉 我发觉 事情都是有两面的 看着你 为了找寻真相 心力交瘁 生不如死 整天买醉 也好 与其说我有事后的忐忑不安 更多的是觉得值得 对吧 要是你死了你就解脱了 那就没意思了 但是看着你生不如死 我高兴 高兴啊 好 趁我现在兴致来了 我再 再跟你说另外一件事情啊 你 眼睛 也是我派人瞎的毒 是 又是我鬼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老天真是瞎了眼 让你这种人也配有那种风情万种的女子一直陪伴在你左右吗 你 暴走天舞 你不懂得珍惜 换作是我 要是老天给我这样一个女子 我一定百般呵护 于是我只能替天行道 替你照顾他们 以为你不配 我要彻彻底底的让你成为一个没有兄弟没有妻子没有孩子的孤家寡人 而我会永远把南兰留在我身边 因为她是我击败你的战利品 她时时刻刻都会提醒着我 我田贵弄比你苗仁凤好 我田贵弄比你苗仁凤强 好 很快 我就会得到鱼龙碑 我会风风光光地迎娶南兰 愿我全天下人都公认我是八大掌门之一 而你 昔日被万人膜拜的 金面佛将会 尽其剥落 露出不过是 木雕泥塑的真身 你这妙语 破败荒芜 成为 天下人的笑柄 你有听到吗 我说 你会成为 天下人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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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人的笑柄